假如生日决定寿命 生日决定寿命 没错 你们分别都是什么时候生日啊 老师啊 我觉得你有点敷衍 我们的寿命怎么可能由生日来决定啊 就是啊 你这样有点不公平吧 那老师这次怎么来啊 拿着你们自己的身份证 依次上来 啊 还怕揍假 雅兰 你的身份证呢 老师 我身份证在这呢 生日是9月5号 没错老师 我的寿命是多久啊 9月5号 那你还能活95年 95年 假的我现在岁数 我能活到100多岁啊 怎么样 不错吧 老师 你这个决定我喜欢 一点都不敷衍 活那么久干嘛呀 都变成老太婆了 这样好呀 我可以照顾我的 虫虫虫虫虫 土豆 你的身份证 在这里 老人 你看一样 我还能活多少年 1月1号 那你还能活11年 11年 完了 我还娶不到媳妇呢 11年 大学都没毕业呢 我都好可怜 太惨了 完了 妈妈 娶不到媳妇了 没办法 太可怜了 小夕 小夕 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你在这呢 老师 你看 12月31 还想蒙会过关呀 你这明明是刚改的嘛 又造假 没发现了呀 老师你等我一下啊 你干嘛去啊 我去改下生日 改生日 想的怪美 根本就改不了嘛 我告诉你们 把这些人都看好啊 你就是严大人嘛 你一个人类 怎么能跑到这儿啊 这个呀 你就不用管了 我呢 找你来办点事 办事 你可懂规矩啊 懂懂懂 这些呀 是小的孝敬你的 会办事啊 想找我办点什么事啊 就是我的生日啊 是1月1号 我想改成12月31号 行不行了 这点小事啊 没问题啊 搞定 谢谢严大人 小的断退 慢走啊 老师 我回来了 这是我的新身份证 还真改成了 是真的 那老师 我还有多少寿命啊 你还有1231年 啊 这不成王八了嘛 新年王八 哇你还贵啊 太棒了 哎 你在哪儿摆的呀 哎呦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嘛 跟我说一下嘛 小姐 我来说 坦白 我们 你在哪里